大家好,我叫白熙石 一般人都叫我石頭老師 我小時候住在平溪 我也是新北市的街頭藝人 今天要用打包袋來做一些東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的打包袋可以做一些很有創意的小東西 還有會叫會跳的東西 今天跟大家一起來做 很高興受新北市文化局的邀請 來今天錄影 跟大家一起來做手作 一起度過這個疫情 首先我們要準備這些工具跟材料 首先是一片9公分乘以1.8的打包袋 這個鉛字 這個是剪刀 還有刺 鉛字筆直徑0.6或0.5的活動員 還有日龍膠漿 日龍膠漿記得要先預熱喔 好那我們首先我們來做打包袋小狗 打包袋小狗怎麼做呢 首先呢怎麼做呢 就拿打包袋 打包袋我們開始的話就要先定位 定在哪裡呢 3公分跟幾公分 跟6公分的地方 來比一下3公分跟6公分的地方 把它定位一下 我們等一下剪的時候不要超過它 不然比例會不太對 前後腳會高低不一樣 好 來首先呢 剪大八還記得嗎 這個差不多0.3公分 剪大八不要超過喔 好然後呢 另外八不要 不要超過不然就會斷掉 剪大八 然後剪尾巴 尾巴V字形喔 V字形 來 爸爸媽媽要幫忙看一下 好 啊注意安全 然後呢 拿剪刀 眼睛就要看刀尖在哪裡 避免剪到手 然後 轉個身 剪十一 也不要超過線 剪十一 好 然後啊 在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多一點點 剪小八 一片小狗 好 然後修嘴巴在這裡 修嘴巴 一點冰冰 在這邊 哇 一片的打包袋狗 就成型了 相信嗎 好 很神奇喔 這一片的打包袋 就可以 怎麼樣 做一隻小狗 來 一片小狗 所以我們要賦予它一個神奇的力量 吹一下 然後彎折的時候就是九十度喔 來 一隻腳 兩隻腳 三隻腳 四隻腳 尾巴翹高高 抬頭挺胸 頭低低 哇 一隻小狗出來了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那我們現在喔 就來彎折它的前腳 前子 然後呢 後腳一樣 好 記得這個步驟很重要 抓它的後 身體後方 然後呢 這樣 給它外巴似 一定要抓住這裡喔 不然 會 會裂掉 給它外巴 這樣才站得穩 來 試試看 很穩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 點眼睛囉 爸爸媽媽要注意喔 等一下我們用熱龍膠槍 它這個會有熱度 會燙到 要是用活動眼 看起來好像比較有精神 要是沒有活動眼 那我們就用千字筆 來畫畫就好了 來啊 活動眼 我們再來年喔 來年的時候喔 不要 點兩點 直接一條線就好了 這樣比較會精準 好 太好了 已經完成了 好 這個就是 今天的作品 小狗 台語的白石頭就是 北九陶 新北的北 喝酒的酒 陶子的陶 好 然後 大家要看我的作品 相關的作品 可以 搜尋 上網搜尋 北九陶 這三個字 就可以看得到 我的相關作品 十幾年前啊 我也不知道 什麼是打包袋 然後呢 也沒有人要教我 就憑藉著自己 上網看書 然後就一直做一直做 有時候做到 半夜三四點還在做 然後 有時候新的靈感 新的作品 就創意出來了 憑藉的就是做 你只要做 就會有 就有不一樣的火花出來 然後 再跟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就是 我在一個風景區當導覽 導覽員 好幾年前有一個 導覽員的小孩 他在學校 就是用麵包束帶 然後做麵包束帶 然後做了一個小動物 賣給同學 結果呢 被老師啊 沒收錢了 這位導覽員跟我說 就 他的孩子這樣很不好 我說 校有校歸 家有家歸 我們家長的角色 就是鼓勵 一直鼓勵 一直鼓勵 我相信日後 憑藉著這個精神 他一定 在某個領域都能 花光花熱 我是街頭藝人白洗食 謝謝爸爸媽媽 今天跟著我一起做所做 不僅能培養家人的親子關係 同時也能夠活動自己的筋骨 動動腦 也守住健康 也守住我們的未來 謝謝大家 再見 再見